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苍和赵云都是蜀汉集团里面 想当当地汉子 两个人在加入刘备集团 之前都是流落四方的豪侠之士 半生居无定所 后来遇到了刘备 总算是找到了明主 人生也才渐渐地走上了正轨 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 并最终成为蜀汉集团的著名将领 赵云自不必说 常山赵子龙的称号 令无数的敌人闻风放胆 长板拖一战 让曹军损兵折将 而周苍虽然没有赵子龙那样的英雄事迹 但是 作为刘备集团里面的一份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也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人 不过 这两个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 却是兵戎相见 赵云在一枪挑死了周苍的搭档 陪袁绍之后 与周苍也大战了好几个回合 最开始的时候 周苍还是处于上风 最后才让赵子龙找到了破绽 眼看就要将周苍杀败 而关羽这时候现身了 阻止了两个人的争斗 然后从敌人成为战友 周苍最早只是黄金军里的一个小头领 在黄金军大势已去的时候 就与自己的搭档陪远绍一起 在握牛山落草为寇 打劫路人以求自保 不欺遇上了千里寻凶的关羽 然后追随关羽左右 一生不曾远离 作为关羽的忠实粉丝 周苍的形象往往都是与关羽一起存在的 即使在民间祭拜的时候 也是作为关羽的小民弟一起出现 话说周苍跟随关羽找到了刘备 刘备也拉起了自己的一只人马 开始有了一定的气象 这个时候的周苍就跟关羽刘备商量 去把自己在握牛山的众位兄弟 接来一起大天下 然而此时周苍的搭档陪远绍 却因为想赵云的马时 被赵云一枪刺死 周苍回到握牛山的山寨 听说了这件事情 就要替死去的陪远绍报仇 提枪骑马 找到了赵云 一开始 周苍仗着自己的年龄优势 占据了上风 等到赵云管过神来之后 实力明显超出一大截的赵云 优势就很明显了 但是赵云却并不像沙培袁绍那样一枪 结果了周苍的小命 甚至是连刺了三枪 都没有刺死周苍 或许就像冥冥中自有主宰一样 这样的情况 肯定不是赵云枪法不准 更不是赵云手下留情 而是天注定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够逃脱 很快 担心出事的关羽赶了过来 便发现了正在打斗的二人 便叫情了两人 最后 两个人都加入了刘备的帐下 成为了蜀汉军中的要员 在之后的岁月里 赵云成了五虎上将之一 而周苍也不差 成为了关羽最信得过的人 最后战死在了麦城 用自己的生命 来维护了关羽最后的尊严 死后的周苍获得了武力后的嗜好 并且在历朝历代理 被加封为威宁将军 威宣忠永公 威灵惠永公 成为了一个神仙一般的 人物 参考资料 三国志 三国演义等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